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深處 所以比較容易會有收訊不到的問題 那我們討論之後 為了要有很好的網路覆蓋率 再加上要兼顧家裡的美觀 所以我們就決定使用 Mesh Wi-Fi網撞路由器 所以今天除了要帶大家來開箱我的新家之外 看一下格局 也要來直接安裝 Total Lake X18 Wi-Fi 6網撞路由器 因為我們家三個室友他們的職業都是設計師 所以就對於家裡的美觀很要求 不用怕接受太突兀的東西放在家裡 那這台Total Lake的路由器就還蠻給過的 因為外型小巧方正 重量也非常輕巧 上方有小小三角形紋路增加造型感 整體來說是很簡約的設計 那正面有一個Mesh連接按鍵 機身後面有兩個LAN布 一個WAN布以及電源輸入孔 那它採用的是隱藏式全向性天線的設計 所以不會有很明顯的天線裸露在外面 那你放在家裡也不容易跟裝潢打架 那這款路由器呢 它還有得到德國紅點的產品設計獎 一組裡面是有一個主路由器跟一個重路由器 配件包含一個網路線 兩條電源線 還有快速安裝手冊 好那這邊呢就是玄關的區域 採光超級好的 好那所以今天要帶大家一邊裝路由器 然後一邊要評估一下家裡的格局怎麼樣 然後要怎麼裝會比較好 然後現在這個地方 我的新家它是老公寓重新裝潢 大約是45坪左右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玄關空間其實還蠻大的 然後旁邊呢也有做一小處放一些收藏啊 還有公仔玩具 我們家的數據機啊 因為不想要露在外面 所以是把它藏在旁邊的鞋櫃裡 那Totalink X18路由器啊 它在出廠之前都已經經過配對了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把總路由器跟主路由器 在大約兩公尺接近的地方先做初步的連接 那我們先把它連接起來 先用這個 只要靠電源線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們先把主路由器安裝在這邊 接上電源線 然後把網路線接在數據機和路由器的溫布 Totalink X18在出廠前就是已經配對好了 所以我們只要先把從路由器跟主路由器 進行連接就可以使用 那從路由器呢要先在靠近主路由器 大約兩公尺的地方進行連接 那剛好鞋櫃下面就有插座 那插座之後就會看到它亮起綠燈 這時候我們再回到主路由器 把Mesh按鍵按兩秒鐘 當你看到主路由器的燈號是綠燈閃爍 然後從路由器呢是綠燈很亮 就代表連接成功囉 好那我現在這兩台從路由器都是已經連接完成了 那接下來呢你就是只要把它帶到 你需要網路覆蓋的區域 插座電源線就可以使用囉 好那我們繼續往後走呢 後面這邊就是我家的客廳 我們做一個超級開放式的設計 好然後繼續看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柱子 它超特別的 它這個角度呢 其實是跟我們家餐桌的角度是切齊的 那這個柱子呢它還有長有一個小門 打開來給大家看 叮咚 然後裡面呢就是放了我們家的電鈴 然後上面還有插座 所以我也打算把一台從路由器直接放到這邊 那安裝方式就很簡單 你只要這個插上電源 然後把它這樣子接上去 放在這邊就可以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它現在這邊是亮著綠燈 綠燈很亮就代表訊號是很穩定的 好那這樣子我們就OK 第一台完成 好那我們再從客廳往後走 這裡就是我們的餐桌 中道跟廚房 然後我當初會想要把那個路由器放在柱子裡面 是因為除了大家平常會在客廳耍廢滑手機之外 這個餐桌也是我們大家會一起在這邊工作的地方 所以這一整個都是網路使用的重點區域 好那房間的部分 我左手邊這裡有一間客房 然後這個門打開的地方是主臥室 再來往裡面走 就是我的房間 就是這邊 這個房間大概是五坪 我自己住是覺得蠻剛好的 唯一就是衣櫥要爆掉的感覺 那給大家稍微看一下格局 因為呢我的房間是在這個公寓的最裡面 所以為了怕那個網路的範圍 沒有辦法覆蓋到這邊 所以我這邊呢也要放一台重路由器 那是放在這個櫃子上面 那我們一樣就是把它接上電源 好接上去 之後 它下面就等它的燈號呢 變成很亮的綠色 就代表連接成功 那你有可能會想要問我說 欸我們家為什麼需要放到兩台重路由器 那其實剛剛前面有提到 大家很容易就會在客廳啊 餐桌上工作或是使用手機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智慧顯示器 也都是要吃到網路的 所以如果只在我房間放一台重路由器的話 可能網路的覆蓋範圍就沒有那麼廣 然後如果我的室友在房間使用的話 就比較容易有訊號的死角 好那第二個自問自答的問題就是 欸那為什麼我要把那個重路由器放在我的櫃子上 而不是在這邊呢 其實這邊這個區域原本就是一個訊號死角的地方 因為它身後有一個水泥牆 那訊號打進來本來就是會被削弱一點 所以大家在放重路由器的時候 也要避免放在原本就是訊號死角的地方 那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要放路由器的話 每一台路由器之間的距離不要太遠 或是說中間有過多的障礙物 像是從鞋櫃的主路由器啊 到柱子裡面這一台的距離大概是三公尺 然後這一台呢跟我房間的距離呢 又大概是五公尺左右 Totalink X18它是使用Wi-Fi 6技術 那有支援雙頻段 所以是有5GHz跟2.4GHz 那我們剛剛都把路由器放好之後 你只要拿起你的手機或是電腦 然後到Wi-Fi連線的地方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有兩個頻段的Wi-Fi 然後你就選擇其中一個做連線 然後打開瀏覽器 輸入192.168.0.1 或是iTotalink.net 那你就可以看到設定頁面 然後它預設的登入密碼呢 是ADMIN 好那這樣就大功告成囉 是不是超級簡單 那Totalink它的網路設定介面 是採用圖像化的設計 所以你在操作上不會覺得太複雜 是很直覺的 很多功能就是稍微摸索一下 點個幾下你就可以螢幕瞭然 那裡面呢它還可以讓用戶自訂QOS頻寬管理 讓你來調整設備流量的大小 所以我們現在家裡都是用Mesh Wi-Fi 我自己是很開心 因為就可以解決像是同一樓層或是不同樓層 如果你移動你還要去切換Wi-Fi的那個Tone點 因為它就是把主路由器呢設成一個主節點 那其他的存取點也就是重路由器 他們就會跟這個主節點來做一個連接 所以它就會形成一個大範圍的無線網路系統 所以你在不同樓層或是不同空間 它使用的都是同一個Wi-Fi喔 你不用再切來切去 假設我今天在客廳用手機好了 那它就是直接幫你去連線到柱子裡面的那個重路由器 如果你今天是在我房間用電腦 那它就是自動幫你連上放在我櫃子上面的那個重路由器 好那接下來當然要實測一下它的網速還有網路覆蓋的表現 那Totalink X18它最高的網速是1000Mbps 是有達到GIGA等級的路由器喔 那我們家呢買的網路是一般家常用的是100Mbps 40Mbps 然後是用無線的方式來做連接 如果你是你們家所有房間都有網路線的話 用有線的來做連接網速是會更穩定也更快的 好我們現在呢就是在玄關的地方 那我先連到的是2.4GHz的頻段 那我們來看它的網速表現 那這裡的網速是這樣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餐桌接近客廳的正中間 好那網速是這樣喔給大家看一下 好最後回到我的房間 那一樣我們先來看2.4GHz的頻段 好那這個呢就是實測三個空間的網速給大家看 然後再跟大家說一下我們家是滿100Mbps跟40Mbps的方案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剛剛Burin在哪個空間 都是沒有手動的再去切換Wi-Fi的訊號源 然後另外呢X18它是有具備Beamforming的訊號雷達技術 所以它隨時呢都會緊抓著訊號不放 好那以上呢就是實測的網速給大家參考囉 那跟大家說一下不是每一個空間都適用Mesh Wi-Fi 假設你住的地方是小於20坪以下 那其實你買一般的路由器它就足以覆蓋整個房間的空間了 Mesh Wi-Fi呢主要比較適用的空間就是像透天 單層大屏數或是小型的工作室 透天可以一層放一台 那如果每一層屏數都很大 就可以再試障礙物還有牆面增加一到兩台 那單層大屏數隔間多牆面多障礙物也多 建議就可以放置二到三台 讓網路足夠布滿整個居家空間像我們家這樣 好那小型工作室呢它就可以針對空間內的死角去做評估 實際去測量網路可以覆蓋的範圍來去調整你要放置的數量 提醒大家如果你知道哪些區域是死角 就盡量避免直接在那個區域放上路由器囉 以免產生網路不穩定的狀況 那可以思考一下怎麼放覆蓋範圍會是最大的 但是呢也不是說從路由器放的越多就越好 雖然它網路覆蓋範圍會越廣沒錯 但是你每延伸一台它的網速就會稍微下修一點 所以呢還是得先評估一下自己的環境適合放幾台 Mesh WiFi網狀網路它最大的優勢 就是可以讓你很輕鬆的擴張網路覆蓋的範圍 所以你不用再思考說要怎麼接線才會比較好 而且我自己是很喜歡這種簡約的Mesh WiFi的路由器設計 那所以如果你自己想要裝Mesh WiFi的話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一定是要先評估好自己的空間是不是適合的 像是你是透天或是小型工作室或是單層的大屏數 都還蠻適合使用Mesh WiFi的 那我自己在挑選路由器的時候還會特別去看它 是不是有支援MuMemo技術 這樣你就可以多裝置同時連線 另外就是還有WPA3新加密技術 還有OFDMA傳輸多頻分工 就可以讓它的傳輸速度會更快 這些規格跟技術其實還蠻重要的 所以也提醒大家在挑選路由器的時候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Totalink X18是都有支援以上我剛剛說的那些技術 那Totalink X18它裡面呢是有一個主路由器跟一個重路由器這樣兩顆 那如果你跟我們家一樣是40坪以上的空間 就可以再考慮往上加購 那它的主路由器也可以當成從路由器來使用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開箱我的新家大家還喜歡嗎? 還有開箱Totalink X18網裝路由器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 掰掰